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秋分是一年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四个大节气之一 过了秋分呢 通常说民间说了 阳气走向低落 开始衰败 阴气开始往上来 所以这种大节气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如果有些真正有些道家是有讲究的 甭管那不用什么特异功能 只要传统的修养的那种懂得一点休息的人都有 原来传统的中国文化当中都有 那大家庭 那妈 儿子结婚了 到了春分 秋分 冬至 夏至 把儿子都跟媳妇分开 你现在有多少人知道这事了 特别是这秋分 冬至 阳气走向衰败 那春分 秋分这两天都跟媳妇分居的 对身体伤害很大 人会很浮躁 那相应的会出现一些事情 我们也知道出事情 国内出事情都是九月 十月 十一月 要不然就是春天的四月 五月 三月 特别是四月份容易出事 人在这种大的 这种根本性的大的 这种你看起来是节气的变化 人跟着自然 跟着天地是一体的 这叫文化 文化不是今天人占有什么 文化真正的是人要懂得 依附于整个这天地间的生命与生灵之间的关系 文化只不过是用人的语言 用我们今天 中国人用汉语 拜国人用英文 那两河流域用阿拉伯文 用他自己的文字去描述着共同的含义 生命内在的精髓 什么这家那家的 无所谓 其实他只要能表达出真正的生命内涵的时候 那是文化 那结果今天本来开头于想说别的 为什么说这个呢 因为昨天25号 是夏俊峰被杀掉的一周年 网上看个帖子 他太太到了一个庙里面去给他祭典 他太太说不敢回沈阳 没有那个力量去回沈阳 我觉得这是非常悲哀的 说不上来的一种悲哀的故事 25号一个人闯进了小学 杀了四个学生 那同样是 就这是25号是26号 另外一个学校里出现了很多孩子 因为见他而死 就刚刚发生 现在正发生的事情 那同样说在24号25号的时候呢 发生另外一件事情 据说 北朝鲜 朝鲜 金正恩 出现问题了 据说啊 那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呢 是这个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报了一条短讯 我们就看看这条爆炸性新闻 是真是假 我们不知道 但是在十分钟之前 我看到这个消息 他在推特上发出来的 他说一场非常静静的一场革命 正在北韩发生的 而实际在两个小时之前 那有朋友在我的Facebook上贴一条消息 朝鲜政变 朝鲜政局人事大变动 24号 朝鲜2号人物崔龙海被免 改成了主管体育的官员 目前有黄炳氏 取代了崔龙海 成为实权人物 玄永哲和李炳哲 升任为朝鲜国家委员会委员 金正恩提拔的少壮派将领 张正南被免去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职务 目前朝鲜政局大变 金正恩已经被架空 但金正恩最后一次露面是9月3号 跟媳妇一块看演出 金正恩会爱抽小烟 抽烟 这个整个剧场里 我看他看节目 然后就金正恩面前放了一个大玻璃 这个烟盖 那小爷们正叼了烟在那叼着 那这件事情是真是假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截止到我做节目的时候不知道 但是呢 朝鲜应该发生 有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如果朝鲜真正发生 发生了什么事情 会对中国影响非常大 可能朋友认为不会 它的影响在哪 它的影响在于 大家站在一条船上 大家有着共同的感觉和氛围 这样的体制 它为什么中共要把着朝鲜不放 它的意识形态 大家有偏好 大家有偏口 偏吃这一口 都吃的同一口 如果这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吃这一口的话 就完蛋了 没劲 多好吃 你吃的都没劲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所以对他 尽管朝鲜是中共的累赘 但是他也要棒的 但一旦朝鲜这个累赘没了的时候 那就作为中共来讲 就倍感孤独 但同时习近平有关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说了一句非常特别的话 BBC真棒 习近平会晤台湾的统一派别的人士 重申一国两制方针 在今天在香港出现了这样大的波潮 包括几千名中学生罢课 这是今天星期五发生的 而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 在这个香港正好是晚上 据说已经聚集了一两千人 市民们在向香港特区政府的楼呢 在聚集 那意思呢 就是说去支持在那里罢课的学生 那一国两制 中共在一国两制的做法 让所有人都懂得什么叫中共所说的一国两制 和中共所所表现出来的诚信的概念 那这个时候习近平再说一国两制 很特别的味儿 文章介绍说 星期五上午习近平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观团 那罕见重申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的方针 来解决台湾问题是大陆的基本方针 但是和平统一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当中 非常特别的一句话 因为我们从我个人从小长大听到的就是 绝不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权利 我是伴着这句话长大面对台湾的 一直长到今天 第一次听到国家最高的首脑说和平统一的说法 这是一个非常本质的变化 习近平敢说和平统一 那我就想问他如何面对中共人大体制当中和中共惯用的手法当中的 主管港澳事务主管港澳台的这种委员会的事情 如何面对他其他那些官员一直畅讨着绝不放弃武装武力解放台湾的说法 因为如果在武力解放台湾这句话 大标题之下从军队拨款上就可以拿到更多的拨款 可以的 那是国策 如果坚持和平统一方针 如果重新提到只提和平统一方针 那从武装部队的角度来讲 从军队的角度来讲 从军费的划分来讲 从特务的派遣来讲 完全概念就不同了 这是国策 同一时间德国之声另外一篇报道 这么说 四名小学生被砍杀 无辜孩子为何屡屡惨死在刀下 广西灵山星期五早晨发生了一个一起 小学生上学路上被砍杀事件 三名小学生当场死亡 一名学生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那警方锁定了一个56岁的嫌疑犯 叫做实践亭 而且已经将他的照片曝光 人跑了 悬赏两万人币 那我想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了 非常多了 那人们在探讨 这成年人 为什么以这种懦夫的方式去杀孩子 2008年四川大地震 中国共产党 以懦夫的方式 面对那么多孩子 上十万的孩子死去 今天谁为此负责任 而在这个之前 毒奶粉事件 三路奶粉的毒奶粉事件 已经出现了 知道了 但为了党国的光辉 2008年的百年奥运 吹嘘爱国主义精神 为了李宁能在鸟巢里头飞圈 为了张艺谋 能让小孩子假唱 把那上千万的孩子 喝的毒奶粉的事情压了 这是08年发生的事情 后来发生的 很多成年人去杀孩子 弱肉强食 而这被称为弱者的人 在这个制度下 他无力反抗 几千万的孩子吃了毒奶粉 那些当爹的都是软蛋 但他们内心中 又有内心的郁闷 在这样的人的心情当中 有些人同样 跟你共产党学的 像弱者下手 就出了这种事情 所以尚存人性的人 要懂得 今天是每一个人 救赎自己人性里面 死去的人 遭受迫害的人 用他们切身的代价 在唤醒了今天旁观者 这就是今天的价值观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